1987我们的《红楼梦》特别高兴啊 时隔这么多年还能够和《红楼梦》的几位主创相聚在这里 这个位置今天也坐得挺有意思啊 这个主子们在一旁 您在一边 对 挨着我 说我这是对的 我走身边 是吧 我认识就是照着他 挨着他 哄着他 这三十年前的故事了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我就想问问你们之间彼此拍完剧之后 播出之后 时隔很多年之后见面 比如说现在见到彼此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 可能相比之下吧 我的变化大点吧 因为他们都是满头黑发 我就满头黑发了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前二十年吧 联系的非常少 因为我当时在广州 他们在北京可能会联系的多一些 就二十年聚首之后呢 这些都联系上了 后来呢 大家就联系的比较多 聚得多 那您那次应该印象是很深的 就是时隔二十年可能一见 突然见到我当时 我当时其实挺难受的 当时我见欧阳我愣了一下 欧阳在我的印象当中是那种 如鱼般的那种瘦 那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确实跟我当年拍红楼和见他 我觉得还是有变化 哎呦欧阳 就没说什么 但是那种我心里边 怎么一下子好像残了不少 但是现在好像又恢复了 你又骂呀 您这个往回找吧 也没用了 现在很多人说你怎么老了呢 你怎么变了呢 你怎么不变了 三十年的交情了 那还记不记得当时啊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时候的第一印象 就是他们一见我面就欺负我 真的吗 对 我们在巴达处 他们因为他们那个第二期学习班 是提前到的 所以他们都很熟了 我呢 是一个出来乍到的 也不熟跟他们 完了呢 下午才到 到了以后呢 是那个高红亮 就沿贾连的高红亮来接的我 接了我以后呢 第一个呢 是在那个过道上见到陈小旭 他就是端那个脸盆 从那个过道那个迎面走来 当时是下午了嘛 那个 我的正对面的那个窗户呢 刚好那个夕阳光就射进来 所以看见他呢 是朦朦胧胧的 是密光嘛 看不见脸 但看那种身材 那种感觉光环 对 陈小旭就上下打亮了我一下 完了就点点头 好像就说了俩字 你好 完了就走了 紧接着就吃晚饭 吃晚饭你们记得巴拉处那是那个餐厅 是很多人在里面 每个那个圆桌 是吧 围台 围台圆桌 完了刚好安排的 反正有他我记得 有陈小旭 有没有还有什么有没有粒粒 我说记不住有没有粒粒了 对 完了我吃饭呢 我一个坏毛病就吃饭了 巴扎巴扎巴扎 声音特别响 完了他们几个人就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说这个家宝 吃饭一点都不文明不斯文呢 吃饭声音那么大 那比如说就今天在座的几位太漂亮了 胆子小不敢正视 就是偷偷的看不敢正视的看 现在可以正视的看了 哈哈哈哈 三十 那么小的年龄时候你最喜欢看谁 别把我挖坑 不喜欢看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对 他还是陈小旭 对他肯定说爱看陈小旭 把秘密全收了 哈哈哈哈 其实欧阳 他来了之后 我们大家看他都像看好 现在拍戏实际上是比较无聊的事 为什么导演会允许他呢 别人不允许 那当然了 他他特立嘛 要求他这种人物性格 有这方面的这个培养 生活当中和姑娘们就这种 嘻嘻闹闹的 要有一种这种培养 他有机会就是捉弄这些姑娘们 我有一次拍完戏 门一推 蹦 一个哨 哨子 咚掉到头上 知道吗 你不用说 但那时候我抓起哨子 欧阳哭啪 这里就 他在楼道 那时候我们是两边的这个房子是楼道 都是房子嘛 然后哗 他就往前面跑 我就追了后来 追不着 就碰一个那个哨子 他在他身上 您也挺厉害的嘛 哎 他是随那种 小倒小搓 一会儿搓一下这个 一会儿搓一下那个 结果姑娘们一反接 他就要吃亏的 不是欧阳还是蛮老实的呢 但是 所以导演就 你做恶作剧啊 这些 让你释放出你天性了 对 你要不要家母老太太 李廷老师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呢 他喜欢打小报告 他表现不好 说什么事 他就找导演打小报告 虽然我们那时候 心里面呢 就特别对他一种抵触情绪 对 虽然我们就说 要做恶作剧 要做做他的恶作剧 对 因为老师呢 每天他 吃完饭要睡午觉 在学习班 对 那么 我们就看他走了以后呢 我就跑到他房间里面去 但主意呢 陈小旭 陈小旭出了主意 但是呢 执行者是我 对 去了以后呢 那个时候是钢丝床 钢丝床呢 上面呢 搭了个板子 对 搭了个板子 只要你把这板子 稍微斜一点 把这个被子啊 这些再给它 遮好了以后 看不出来 对 所以我就这么做了 做了以后呢 等老师吃完饭 回来休息的时候 我们在小区的房间 也就是在他们隔壁 那个房 李廷老师隔壁 对 就只听到那边 话外音 OS 就听见 咚的一声 李廷都很惨叫 惨叫完就是哭声 哭声完了 这门就开了 就看见老太太 气冲冲地跑出来 现在过道上 就叫宝玉 我们就躲在那个小区 他们住的房间 就不出来 知道吗 完了叫了半天 他说是 整他的人 大概一直整他的人 是欧阳奋墙 是贾宝玉 完了就跑到王岛那儿 去告状去了 但告状 这老爷子 王岛一听吧 当时就拍着 拍着双腿就这样 哈哈大笑 哎呀 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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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都整得好的意思呢 是说 这个演员呢 他在逐渐逐渐地 放开 他在放开了 在放松了 这个意思 我们再说探春这个角色 他是敢于直言 有担当的这么一种性格 我不知道他跟生活中的您 是不是也会有相近的地方 跟我特别像 我就是特别直接 我眼睛里不能揉沙子 我觉得别人做的不对的 和不应该这么做的 我就绝对得说 所以得罪不少人 就太直接了 而脾气特别不好 东方老师当年是什么范儿 在剧组里 我们那时候你看 从外地来的 经历的从杭州来 我从安徽来 人家他们那时候 都已经拍过电影了 你知道吧 都觉得他们是圈里边人 我们是外行 再加上东方的这个气质呢 所以那种文学青年 爱学习什么的 我们都跟着罪话 我们都是傻子这样的 所以那个时候爱转一点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实际上不总 多看了剧本书 觉得自己有点小文化 所以转了点 是吧 圆梅 他们都不喜欢我 女孩都不喜欢我 男孩全喜欢我 我呢更多的是 敢跟男孩一块玩 真的不敢跟他们 女孩一块玩 所以在这之前 他们问过我 就说你在组里面 你跟谁关系很好啊 什么什么的 我说我算了半天 什么欧阳啊 我感觉是大人似的 陈小旭是孩子的 然后真的跟他们女孩玩的少 这是我一个不太好 所以就像圆梅说的嘛 当时可能有点 有点转呀 有点转 东方那时候虽然是这样 但你有什么事找他的时候 你跟他说他很热情 也很帮忙 他不是那种 真的就是 巨人于千里之外 不关心巨人 东方身上有仗义的东西 你看我们几次聚会 说今儿请吃饭 我买单 他有仗义的东西 下次你也啥一次好不好 我俩说今天怡红院请客 然后一人一半钱 请的什么导演啊 去做的那些老师 还有姑娘们啊 对 也有这样的事 就是都像自己家里的那种感触 就是属于 你这个是司令员 不是郑雷 以前是司令员 就这个外号 为什么 他就说话就特别直击 比方说 他今天穿了一拨人吃饭 他突然说 各位 我明天有事 这个饭局不能了 咱们改天再说 没下文了 比方说我 哎呀对不起啊 亲爱的们 下次加倍偿还 或者怎么样 他没有 没有你余地你知道吗 就是 取消 就永远取消 到时候再说 说话很有领导的风签 对对对对 郑伟今天终于发话了 就谁进入 我不知道 没有余地 大家还有个商量的余地 他一说话没余地 互相爆料 彼此调侃 从大官员中 走出来的兄弟姐妹们 情义不变 亲密依旧 回忆起当年竞争 王熙凤一决的故事 仍记忆犹新 我们欢迎几位老师 做客 影视风云特别节目 1987 我们的红楼梦 请三位老师 跟我们影视风云的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邓杰 在87版《红楼梦》中扮演的是 王熙凤 凤姐 我是沈灵 在87版《红楼梦》中 我扮演平儿 我叫吴小冬 在《红楼梦》当中扮演贾云 我们俩是两口子 是生活中的两口子 对 算是因《红楼梦》结缘吗 应该 是的 绝对是 当然 什么叫应该 绝对是 没有《红楼梦》也不会认识他 对 据说当时每一个角色被选进组 也并不是说就最后定了 就是真的就是你来演 进组之后可能还会有这个竞争 所以 特别严格 导演有个格外慎重 特别严格 因为看你挑不挑得起这个大量 对 那当时有那么几个人 反正竞争了 好像怎么说呢 都不是说特别一看谁 就是他或者怎么样 都没有这样的人存在 那就是 那怎么办呢 那就拿真本事出来呗 也就是 给你很多片段 你演 完了 像我的话就是 我还准备 当时我还准备了一个台阶 就是不行的话 就演平儿的 然后你还有这事 那我就没事干了 当时你还考虑过平儿这角色 因为你不怕你竞选不上嘛 你就选一个大丫鬟嘛 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 就拼呗 就是 反正就 反正你好 谁说第一次录像 就把我们大家都惊艳到了 一个角色的成功 除了自己的表演之外 跟导演在选角的时候 他身上的这种气质 是分不开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 王导 真的是挺 挺有胆识的 他怎么敢 当时在那个人堆里头 怎么敢选我 真的是一般人 所以当时所有的人 都几乎是反对的 为什么呀 真的是 因为邓杰下来吧 确实是个子也不是很高 然后也不是很眨眼的那种 不像有些选来的王熙凤 好像看着 就挺让王熙凤的 回头率很高那种 外表很像 我就是最不像的一个 对 他就是最不像的 最后他演的最像 其实我自己心里边 我觉得我是能够演这个角色的 只不过我从来没演过 包括我那时候在川剧院 演的都是那种红娘 那种小丫鬟的角色 从来没演过七 但是我心里头就觉得 好像我能演 只要你给我演 让我演 我一定能够给你 就是 能够驾驭的脸 对 给你一个 很好的一个结果 我呢可能就 就是 就不要上镜呗 我一上镜以后 就跟平时生活中 看着是两码事 就说就一下子会 会很不一样 就不相信是我 就是会这样 就不相信 这是邓杰吗 对 我要用我的 要用我的表演 去说服每一个人 这就需要大量的准备 比如说 你都在大家面前 把你所有的小品片段 演一遍 大闹宁国府了 黛玉禁府了 反正 但是没有一个人给你搭戏 全都是无事物的 那您那个练的时候 没人搭戏 您怎么练呢 那没有人给你搭戏 就得练 自己就是 还不愿意让人看到 不是不愿意 就没人看你 大家都在准备 对 每个人在准备自己的 所以据说 那个时候 您的在练习的时候 您的对手 经常是圆明圆理的大石头 对 没有人够搭戏 距离呢 我觉得自己的主子吧 对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王熙凤非常厉害 当然非常聪明 最记得就是心狠手辣 是吧 实际上我觉得应该给他平反一下 其实王熙凤这人真的非常善良 他平安跟他这么多年 从小跟他一起长 贴身压房 从来没有动过手打过他 一下 只有一次喝醉了酒 还过生日 实在受了假凉气 然后才 拿那个平安杀气 实在是我凑得太近了 打我杀气 在这个贾母面前 和那个李丸面前 姑娘们面前 然后事后还说 打疼了吗什么的 我就觉得 真的 光知道了那么多人的尊重 就是一个 多好的贴身丫鬟 挨了打还踢主作吧 他很理解主作 对对对 刚才您说的 就是 那场戏是真打吗 那当然真打了 还真打 邓杰还提前打招呼 他都不舍得打 那真要打呀 真的 真打呀 假打行吗 不行 必须真打 必须真打 那疼吗 现在已经早就不疼了 那我当然是真的 那拍了几条啊 当时 一眼看过去 其实就是剧中的这个人物 邓杰老师 您觉得您跟王熙凤 最像的地方是什么 果断是比较像的 这个王熙凤 他沙发决断嘛 就不是那么扎扎呼呼的 但是呢 就有什么呢 我都得 比如说做一件事情呢 我会想的 怎么把它做好 我先去想 动脑筋 而且不是扎扎呼呼啊 所以跟王熙凤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只是说那种 那种果断啊 那种 就是做事 就是 那性格比较 就外向 或者明快 那种 那种可能是 这种时候 会觉得像王熙凤 我们想啊 可能是不是因为 您是重庆人 重庆人吃辣子长大 性格就会很直接 或者会有火辣的一面 这个跟那个 我生长的地方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 这可能 还是跟 遗传还是有一些关系 我妈就是 就是这个性格 邓杰老师 就说小的时候 就会帮姥姥管钱 这你不知道 管了一个月 管了一个月 为什么会帮姥姥管钱 因为我姥姥 老是到月底 还差好多天的时候 就没有 没有零 家里边就没有钱 钱不够花了 就会去找邻居借啊 什么的 我就觉得 我说 这个好像 我来管一个月 看事 会不会这样 今后 你几岁啊 这么厉害 我大概11岁 还是12岁的时候 你看12岁 小学都没毕业 我就管了一个月 这个管了一个月的结果是 该有买的全部买了 最后还给我姥姥 做了一件棉袄 8块钱 因为那个时候 只是货费 又10块钱 真的 你太厉害了 家里几口人呢 两个表妹嘛 加上您 加上姥姥 姥姥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老祖 五六口吧 六口人吧 常常 经常在的 哇 那真的是超过姥姥了 这段子 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听说 你没够过 居然 那为什么 但第二个月 我就没管了 因为太影响我的学习了 八七版《红楼梦》 众主创门 此次也独家讲述了 和陈小旭的 不解之缘 《影视风云》 独家探访陈小旭好友 西村扮演者 胡泽红的家 并邀请剧中 其他人一起 追忆永远的林妹妹 他躺 我三个人躺在床上 因为没地儿去 他那个小鼻子冻的 都轻的 他躺在那 他说 我想象要是到了三十岁 肯定特别难看 特别可怕 我躺在那 我说 我都三十二了 我说 可怕吗 他看了看 他看了看 我说 他说 还好吧 他已经想到三十岁 是个什么样了 就觉得很难看了 所以他很追求完美 所以他平时 他说 跟姐妹们不服 回去 重新画过 可是他就 王导没看出来 已经离开大家了 其实我想 当时他离开的时候 大家心里 一定还是非常的 不舍和沉重的 我不知道 刚刚听到 就是他重病的 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们几位 当时的一个 一个反应 我是特别遗憾的是 那个小旭 就是他查出 那个癌症 到病重了 大半年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有跟他联系 在这个之前 我是每年每个月 我都会跟他联系 然后有一次 周琳老师 然后让我们去吃饭 去他公司 然后那个时候 陈小旭 其实已经病了 已经很严重了 已经 已经有点扩散了 然后呢 他去了 他去了以后呢 就坐在那边 特别语重心 他跟我说 他说 胡正宏啊 你要注意身体啊 晚上要早睡觉 他知道我晚上 很晚睡觉 他说你要早睡觉啊 他说的那个 酒也不要喝了太多啊 然后要保重身体啊 身体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然后就拿出了一个 拿出了一个玉 玉佩 他说的那个 他说的 今天来也没什么东西 给你准备啊 咱们也 大半年没见了 他说送你一个玉佩吧 然后当时我没有感觉到 他是生病 你当时完全不知道 他生病 完全不知道 人坐着的人 全部不知道 然后因为他老公 好同陪来的 一块两个人一块来的 完全不知道 那天呢 吃完饭 然后我们那个 李耀忠啊 摄影啊 他安排了一个 马来西亚的一个 红楼迷 然后说要在那个 中国大饭店 见我们 然后呢 陈小军就说 他说我不去了 他说你们去吧 那时候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他生病了 我还跟他说 我说的 你装什么大拿呀 我说的 都红楼梦都拍完了 这么多年了 我说的 我说的 难得大家 兄弟姐妹聚一次 你还不去 我以为他是在 您还 害人快语的 还 对啊 我还 我还 那个伤害他 然后他就一笑 他说的 那我去 他胡春红 他说的 那个 你坐我的车去 然后我是 他去了 去了中国 大发店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忍着那个 疼痛啊 忍着病痛啊 强装出来的 然后一点都看不出来 他也在吃 吃那个 素菜 坐了一会儿 他先走了 然后他妹妹啊 嗯 还有他们家里人 来接他一起走了 后来 后来就 这是最后一次 见面 他生这个病 之所以走得那么快 可能跟他自己 当时好像有一种说法 说他特别追求完美 特别爱美的一个人 所以他一开始 是不愿意治疗的 才会导致 后来发展的这么严重 是 嗯 应该是这样 他跟他爸爸说的 嗯 他说的 如果一个完美 跟一个死 那他说我还是 选择死了 现在我说起这件事情来 我浑身都是起脾皮多大的 我觉得为什么 患病啊 医学这么发达 是吧 太可惜了 特别的惋惜 小旭是个特别聪明 能干的人 他是我们 姐妹当中 生意做的最好 我觉得陈小旭 这40 他活了41年 41岁走了 我觉得他41年 给他的一生啊 辉煌啊 全部都过完了 太早了 全过完了 福都过完了 那就麻烦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就是这么 古灵精怪的一个人 也做得很成功 怎么后来就会 得这个乳腺癌呢 是因为压力吗 还是因为什么呢 阿西版《红楼梦》 再聚首 简历经典影像幕后 《郎西凤之死》那场戏 当时好像是去到哈尔滨了 零下三四十度 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完了又要在地上 那么拉着 那个年代的 这个郑杰满眼都是累 还觉得冷呢 冻僵了冻僵了 郎才女貌成就宝当 影视风云 独家策划 孟茴红楼 后来就会得这个乳腺癌 那是因为压力吗 还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压力 因为你不要看他 外表风光 外表辉煌 可是他内心 真的是很脆弱 因为我自己做公司 我知道 做公司 你说没压力 不可能 他做了这么大 他的公司 后来注册资金 到了几千万了 那做了这么大 各方面的压力 可是陈小旭有一个毛病 他有压力吧 我们有压力 可能会跟大家 大家倾诉一下 说出来也就完了 他不说 他不说 他连我这么好 他都不说 我估计 妙玉 他也不说 他都自己憋在心里面 压力就变成了 好像情绪的一种负能量 到消耗到身体里了 日积月累 可能就会出问题 所以我觉得 他还是压力 因为他身体很好的 你别看他这么瘦 他身体体质非常好 互相爆料 彼此调侃 从大观园中 走出来的兄弟姐妹们 三十年来 情意不变 亲密依旧 而回想起 当年的拍摄细节 很多主创 仍记忆犹新 仿佛这一切 就发生在昨天 八七版的《红楼梦》 拍摄的场景 变换了很多 比如说 王熙凤之死那场戏 当时好像是去到哈尔滨了 零下三四十度 一定是特别艰苦 我想 那是 那个是一个 野生动物保护区 完了以后 又要在地上 那么拉着 他要把那一首歌都拉完 你们知道 你聪明累 还两段 我的天 你说这个 郑杰满眼都是累 现在还记忆又行 还觉得冷呢 那个时候 他为了追求那种 艺术效果 那演员真的 就一首歌几分钟呢 对 他当时就拍了八条 我觉得也实在是没有必要拍那么多条 抱怨了吗 没法抱怨 因为你是演员 你就得完成你自己的任务 其实这之前 王岛是想的 这个时候是找提示的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个之前 就不提这事了 好吧 那自己就去承受吧 静静远静 一直拖着长镜头 全部都穿得很少 零下三十度 是啊 根本看不出来 然后他都在一直在里面 你当时穿的是 好像是单衣 就是剧组的那个做的一个薄的面 然后他脖子还露着 脸也露着 零下三四十度 我的天哪 现在想起来都是很可怕的 确实脸冻得惨白 不用化妆了我看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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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问你 对 没有 对 说到我你武器 那时候没剃 反正基本上就是 就是麻木 就是动 动 动姜了 动姜了 因为那种特别寒冷 就别说是整个身子了 就手有的时候啊 在特寒冷的时候 都缓不过来 您还记得当时拍完这样戏 缓了多久吗 缓过来 反正就 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完了他们就 就拿那个军大衣 一件又一件的 往我身上 给我热水袋啊 什么的 就是 就上车呗 所以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 演员的这个 在聚光灯下的一种光彩 但其实真正的好演员 在塑造一个角色的背后 他一定是有着 很多的付出 八七版《红楼梦》的主创 用他们真诚的表演 携手为观众 打造了一部经典电视剧 王熙凤的扮演者 邓杰在生活中 和角色有着相似之处 个性直率洒脱的他 有时也会和丈夫张国立 发生小摩擦 我这样 现在一会儿就跟你 弄被子 其实你说话 不用那么大声 你不用像在舞台上 那么说话 没有啊 怎么可能呢 也许我耳朵不行了 现在 真的吗 不可能吧 我家里不觉得 说话都不这样 你这说话还先拍一下 做金堂木还得来一下 你觉得真的觉得耳朵有问题了吗 我这个耳朵是听力要差一点 不 每个人都有一个好一个差 但是就不至于非要这么说话 才听得到啊 我有的时候觉得它 稍微地蓄到了一点 急性的 你赶紧给我拿个大盘子出来吧 要有盘子 我也是慢性子 原来有的时候在一起 还会争一下 现在我觉得我不想去争了 因为 因为结果最后一般都是我对 我们俩听歌是不一样的 别放那个精韵大鼓啊 放点音乐吧 只要邓老师喜欢的 游着它 让它开心 让它高兴 挺好的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说 这个你娶了这么聪明的邓杰 这么机关算尽的王熙凤 你是不是活得特别累啊 这一晃都三十年了 我也把实话就跟大家说了吧 说 想听吗 他哪算计得过我呀 我记得国立老师说 那会儿刚跟您在一起的时候 您是著名演员了 然后那个 他还革命尚未成功 所以压力会很大 您那个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吗 能感觉到他有压力吗 对 能感觉到 但我们邓杰从来都很谦虚谨慎 还是贤惠 对 我是 要不然国立也待不下去啊 在他身边 对 我是比较注意他的感觉 就是我只要稍微感觉到 他不太舒服了 我这个事情就肯定不做下去了 因为他刚到北京来的时候 也没什么戏演嘛 那时候也没什么事儿 那那个时候正好拍三国 是吧 他们开三国那个时候 正好再开始选演员了 我觉得我说国立其实你 这个三国里边 随便去演一个角色 都是有的演的嘛 那么多男人戏 好 我就给我 我是给王道打了电话 王道说好好好 你让他来呀 他表示不去 我说那好吧 我也没勉强他 他可能觉得这事儿 好像是我给他张罗的 他觉得有点没面子 这是男人的一种 我就没勉强他 所以作为您来说 很顾忌他的一个感受 但是呢也会为他去 寻找一些合适的机会 不 就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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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不行 行了 我再也不管了这事儿 采访当中也听 国立老师说过 有一次也是拍戏 可能他就觉得 是台词没背好啊 还是什么 就说 就开始说了 说了 然后结果呢 邓天老师剧本一摔 我拍了 对 他就是不允许 打一个科本 一个科本都不能 我觉得正常人说话 是不是也得有时候 也得很好吃啊 哪有是处理的 他不行 他以为你是旺词了 其实你是 他学着旺词 其实我是处理 他也看不见 他也不知道你怎么 真的觉得 哎呦旺词啊 嚷嚷嚷 心想也太不给面子了 他主要让你当表帅 咱们家里人 都得当表帅 我就跟他急了 当然呢 其实这个 这个可能之前 就有点吵 有点小的摩擦 所以才会导致 这个摔剧本 后来是不是回去 还得跟您认错 我摔完剧本 我就走了 我就回家了 因为在怀柔啊 我就回家了 发这么大脾气呢 对啊 回家了 他那天本来是 他是导演 他是不应该回家的 结果后来 他那边戏一晚 他也回家了 回家了以后呢 也没说个啥 我们吃饭 我也不理他 这个 糊润糊润我脑袋 行了啊 好 就这时候 就算了 就算过去了 就过去了 就 我们俩基本上就是这样 其实人家回来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错了 没了解情况 对我们俩 他也不会说 绝对不会 就是说很 怎么去给你认错 也不是 但是我觉得 这事就 就很模糊 就过去了 但其实我觉得不模糊 多温暖啊 对 这个姿态已经有了 一个巨主在那拍戏 对啊 他回来了 这就即时态度了 对 还有一戏 我说很浓烦 太浓烦了 太浓烦了 作为一个女演员 太浓烦了 要吵 吵架 也不是怎么个吵 反正就有时候我的现场 有时候我就不想听她的 她又觉得你怎么能不听我的呢 好 就这样来 就一来而去 就两个人就容易产生矛盾 而且到一定是 我觉得我演得差不多了 我算了 我就不要 收手 家里也有两个孩子 需要照顾家 那么大个家 家里两个人都出去 就没人照顾了 所以邓杰就牺牲 生活到了 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自然的就觉得 哎呀 不是说啊 有意识的要求 因为家里就需要你了 就是需要你了 那好吧 你一比较 那肯定这个 比那个要重要 而且呢 你发现在家里 带孩子或者什么 也有很多的乐趣 也有很多的乐趣 而且是你以前 光演戏那 所感受不到的 那好吧 我就开始享受 这个乐趣 那所以 那您在家里 是不是也像 荣果府一样 大权在握呢 哎呀 这个是绝对的 别人到地上 都属于他管 好吧 其实每个家庭 可能都是这样吧 我觉得 总有一个要管家嘛 对吧 所以我想 也正是因为 这么多年 在一起工作 在一起生活的默契 才会让您 现在也这么放心 让他在外面 因为我相信 不止我一个人会问 肯定很多 很多朋友 或者很多媒体 也会问说 哎 鼓励老师 这个越来越忙 您现在也不跟他拍戏了 作为一个那么有魅力的 导演和演员 您放心吗 放心 放心也得放心 必须放心 他们是从年轻 一直走到现在 这种基础 已经是 都掌握在心里了 所以在走得再远 的风筝线 也在他 风筝线 也在他那 一顿 他一回家了 那线也跟着 就回来了 你看他一回去 他不就回去了吗 戏中体为 王熙凤 波折人生的邓杰 戏外拥有一个 令人称现的 幸福家庭 其实在八七版 《红楼梦》拍摄过程中 不少俊男亮女 都会彼此欣赏 更有几对有情人 最终修成正果 一路携手至今 在《红楼梦》剧组 当时是有一个规定吧 是不称文的规定 说演员 男女演员之间 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是 有这个吗 没有说不允许 但是就不提倡 不提倡 因为要是大家都谈恋爱 那不就麻烦了吗 那 我们也是地下 那个年代啊 还是 还是 跟现在不一样 拍摄完了 也得半年以后啊 拍摄完了 多多年我们才结婚了 那我觉得也 肯定是在剧组的时候 就暗生了情愫 那还会 那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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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杰老师应该最早知道的吧 那也知道 不是剧组 就一道剧组 你就觉得就有问题了 立马就那个什么了 就 就有那意思了 对 我是最知道的 那你有没有帮着他们 还打打掩护什么的 不用打掩护 但是有的时候给他们 自己掩护的挺好啊 还有什么 对 不用打掩护 只是就是 有的时候就是 哎 人不见了 怎么好 那么晚都不回来呀 我们一个房间嘛 反正也不去找他 就知道他干嘛去了 再交流感情 啊 不 叫人工作 欢迎两位老师做客 今天的影视风云 先请二位 跟我们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们 打一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高洪亮 我在八七版《红楼梦》中扮演 莲二爷 我叫胡燕 八七版《红楼梦》化妆师 其实 二位还有一个 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 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生活中的王熙峰 不会吧 就是没有那么厉害 那个时候 其实感情 它不是一帆风顺的 也确实好像 家里人并不是 一开始那么支持 是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像我们家那边人说 那个 听说胡燕比你大三岁 我说 那个大三岁 你这个要是 就是那个意思 你是不是决定了 你不决定 人家比你大三岁 要答应人家的 我呢 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我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 我爸爸是十八军的 西藏干部 因为长青没在一块 完了第一次见到他以后 爸爸妈妈还是 虽然觉得有点打问号 哎呀 这么漂亮的小伙 靠谱吗 男人不能说漂亮 那个时候帅 完了 最明显的 就还有一次 就是高娃姐姐 因为我跟她关系很好 她完全把我当个大小妹妹 她大姐姐 哎呦 这个人不行吧 你看你们俩像他三岁 能成吗 我给你姐姐 给你介绍一个 我说算了 算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完了就这样 可能还是一种 怎么说呢 担心 担心也是属于很正常 就是她的家人和朋友都担心 都担心 双方的亲友都会有一些 都会有这个顾虑 从你们各自的角度 出发的担心 对的 慢慢跟随着时间的变化 完了 整个两个人走过来 一路走来 确实家里人现在也觉得 还不错 平凡 平凡的 时间能证明 家里人很喜欢他 我家人很喜欢他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生活当中 高红亮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你稍微过一下脑子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还用过脑子吗 要威胁一下 就是我觉得 我女儿小的时候 她在家带孩子 断奶的时候 五个月 等我回来后 我女儿连肺子都没脏 因为女儿五月份生的 可以看出高老师 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 绝对 他对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也会要求很高 就会体现在脾气上 可能他会脾气火爆 会的 反应就是太直接了 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但是呢 他会好 发了以后 发了活以后 他会 给你转一个弯 他很快会把这个事情给 抹掉了 所以他有 这是男人吧 没办法吧 对吧 不能改造一个人 其实在戏里 您的那个角色和丈夫的角色 是没有太多 对手戏 那怎么俩 你们俩就好上了呢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那时我们在圆明园 办学习班 然后呢 下午 基本上是不上课的 就是给你的时间 我有时候打把伞 他就想呀 我想找了这个女朋友 就这种感觉 他自己跟我说的 就一点点接近 刚好那时候 我好像生病了 就是慎余慎言 我们俩在路上走了 他就问我一句话 他说你病好了 一点没有 我要进城 因为圆明园进城 买东西 很远的 很远的 我说你给我带点饼干吧 就这样 就是这个 这个一个眼神传递过去以后 这个故事就在里面了 其实有些话 有些爱 不是要用语言说出来的 其实年龄很小 那会儿 我就悄悄的 就是背着我的父母 爸爸妈妈是不同意 我跟他结婚的 因为他是搞戏曲的 我是专业的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演员 知道吧 我就跟家里面斗争 然后我就跟他就领了结婚证 那侯长荣 所以现在的话叫闷骚吧 是不是要跟他 他很浪漫 但是他出来的 那他的浪漫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会画画红楼梦里面 他做了很多道具的 那个红珊瑚就是他做的 然后那个姥姥吃那个鸽子蛋 所以打开了里面东西 切的菜都是他切的 他手很巧 后来他就在太平湖 他就给我写信给我 然后就画个月亮 我不叫陈建月吗 画个月亮 写个小诗 我在巴达厨办学习班 我一个星期能收到他两封信 就这样的 对 那个时候我跟他也没有 裸婚什么都没有 就这么结婚了 那我再说一句吧 我特别感谢北京电视台 那么重视我们的八旗版红楼梦 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做采访 非常的感谢 非常的感谢 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栏目组 你们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